一路煎, 它一路有香味散發出來 剛才在街寶買了一盒白飯魚 49元, 一kg 看看怎樣煮 想一想 都是... 不如白飯魚炒蛋吧, 今晚也好 今晚又做八次雞 一會兒就... 電飯煲, 滷水, 豬手, 很喜歡吃 好, 讓我先溶雪 溶雪, 看看跟大家說 大家好 剛才看到我把這一盒白飯魚在街寶買的 49元, 拿出來溶雪 我溶了三分一 嘩, 現在的白飯魚很大條 你看到了, 好像整隻手指那麼大 很厲害的 坦白告訴你 在街市有時都有這些白飯魚賣的 是不是? 不過很貴 30元, 如果這裡要30元 我這一包都是49元 三分一 今天我就做白飯魚炒蛋 其實蝦仁炒蛋我都做過 其實這些白飯魚是焦鹽好些 不過是熱氣的 不如白飯魚炒蛋 今天用這些白飯魚 三分一 這裡大約, 如果我計算成本 大約15元左右 這裡我買的比較漂亮的雞蛋 這裡有什麼Omega雞蛋 什麼元素啊 很厲害的 這裡十隻, 都圍到四元一隻 間中都吃點好些 加條蔥 好, 待會做這個白飯魚炒蛋 白飯魚你用了雪之後 用了雪之後呢 因為它都是雪了很久 其實你在哪裏買都是需要的程序 找一點點鹽 要來刺一下 刺一下它 要來刺一下它的雪味 或者去一下腥味 其實刺一下幾分鐘就可以了 讓它去一下雪味 因為真的有些雪味在這裡 除非你真的看到它動的 如果你看不到它動的 你都要再做這個程序 拿它幾分鐘之後 就沖洗一下就可以了 好, 待會再跟大家說 這些白飯魚炒鹽 拿了它十分鐘左右 我旁邊的是 冰鎮白翅雞 即是白翅雞 我今天又吃了 有得看的, 你看看 這個很簡單 現在鹽拿了之後 當然先沖乾淨水 不斷沖乾淨水 因為還要沖一沖水 找一點水就可以了 不斷沖它 不用沖太熟 因為沖太熟 待會炒上來就好 不斷沖大水就可以了 你看到它 其實沖出的味道 拖一拖就行了 因為它也是大條的 如果這樣炒蛋 可能這些蛋熟了 它還未熟 所以要拖著它 好, 拿過來 拿出來之後, 又要隔一隔 因為其實也是要沖乾淨的 因為它始終是冰過的 其實這些你買定在家裡 放工回來煮也是很容易的 放在這裡瀝乾水, 待會就可以炒 好, 待會再炒給大家看 好了, 白飯魚瀝乾水的時候 我們就預備一些蔥 切幾粒蔥花下去 紅花了 綠色的部位, 放些蛋裡會比較香 這些我留來做薑肉 因為今晚做白切雞 剛才都告訴大家 這些不用太多 盡量切到一粒粒 放下去, 很簡單 把剛才的白飯魚放下去 然後, 這裡的白飯魚很多 其實如果你在外面買這麼大條的白飯魚 這裡要三十塊 很誇張 現在把雞蛋打下去 這些雞蛋就是漂亮的 Omega 3 四元一隻 圍到 我這麼大小也是 現在吃得這麼貴 不過想想想, 都要試一下別人的品種 雖然不是經常吃 都要試一下 是吧? 如果別人問起你, 你吃過沒有? 這樣說 我都可以告訴你 我都吃過的 是吧? 那下次我都不吃 是不是?太貴了 我相信它都有它的好味 我吃過的 我早晚 Gonna吃他 但底片 現在在這個時間 其實你可以加些條微料 大部分都是下鹽的 我就不喜歡的 我都是加這些, 加一些鹹 加一些鮑魚汁 已經夠了 接著就不小心發 就這樣 First, 很簡單 麥蛋真的好看 好字 究竟是怎樣的 先把它打開 已經夠了 你喜歡加糖也可以加一點 那我就不加了 待會就可以用白飯魚炒蛋了 好 待會再炒給大家看 好了 現在用白飯魚炒蛋了 放多點油也不要緊 放多點油下去 其實白飯魚已經熟了六七成 現在放下去 很簡單 我們這次用白飯魚炒蛋 不是煎蛋 煎就這樣煎 如果要吃滑的話 現在要這樣做 左撥右撥 其實蝦仁炒蛋也做過 現在煎一下就這樣炒下去 蛋就很滑 很簡單 大滑一點 很好吃 這些焦焦地很好 好正 打散去吧 不要緊 對 這個時間開大一點點火 都可以 因為蛋是很吸油的 很香的 這些蛋真的 Omega-3真的不同 OK 因為所有都是滑的 待會夾下去就會滑滑滑的 一路煎 一路有香味散發出來 你明白嗎 你會聞到的 其實差不多了 你看到有一點焦的 焦焦地 換句話說是可以的 很簡單 現在我們收火了 好 放下來了 簡單一點 對 媽媽炸機炸得好 好 好 拿出來了 這個白飯魚炒蛋 可以拿出來了 好 簡單的白飯魚炒蛋 出來了 嘩 挺棒的 這些白飯魚 大條到這樣的 幾個蛋都是魚 其實這些蛋白質很高 你知道嗎 比起一般那些 鰻魚大魚蛋白質 高出十倍 不知道是否 如果你們 可以買定的 又可以溶到雪的 放工回來 其實這些白飯魚 你好像剛才的方法 用鹽拿過沖水 蒸都好吃的 蒸了 攪了水淋少許油 都很好吃 等於魚 其實你們不用吃那麼多 炒蛋固然好 我下次有機會 做一個焦鹽白飯魚 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都喜歡 我旁邊的一隻白切雞 希望你們都喜歡 多謝 多謝 多謝